6月就要进入用电的高峰期了 行政院也推出了夏季的节能计划 也就是酷粮分享方案 鼓励民众到2万家合作的百货公司 大卖场或者是便利超商来吹冷器 并且打卡上传能源局的网站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不过这政令一推出 引发了民众批评是治标不治本 行政院长的一群人解释了 这鼓励制度只是选项之一 他认为节能政策还有精进的空间 夏季高峰用电来临 政院启动节能大作战 目标减少用电量125万千瓦以上 从6月一路到9月推出酷粮地图 民众到2万家合作的公共场所吹冷气 打卡上传能源局网站就可参加抽奖活动 本来就治标不治本 对一些人可能有用处 但是不可能说全部人有用处 因为有时候你在工作 你也不可能说哪一边去吹冷气 卖场人多空气灼了 戏剧就多了 这不见得是好的事情 对不对 而且卖场的耗电量 它是营业用电 耗电量更大 在家里反而省一点 网路上头批评声量猛烈 网友纳闷到卖场会消费 车辆耗费 油钱还会排废气 不如在家待着 PTT上乡民众 泡批林全先前喊不缺电 不需要重启合一 现在用电吃紧 要民众到公共场所吹冷气 难道要用爱发电吗 想法呢有些东西还是有在有在精进的空间 我想精进的空间意思也就是说 像我们因为没有智慧电表 没有普及化的智慧电表 没有低压的智慧电表 所以我们在某些节能方面 我们没有办法给它更好的诱因和机制 所以我们必须用一些比较现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节能 响应2025年飞和家园 正月美意结合跨部会敲响节能中 但肉大的政府群节能政策却治标不治本 6月即将迈入夏季电量高峰期 执政团队可得绷紧神经 换学人林季强 蔡季林 台北报道